字幕君 李宗盛 缤分吉安 幸福香城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如宇慧 歡迎來到我們的幸福吉安香城 今天同樣跟大家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當然就是我們吉安香 鐵人香長 游淑貞游香長 香長好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香長非常有活力 好 那中間這一位呢 也是我們香長的得力助手 我們原民所的所長張經理人長所長 電視機前的花蓮鄉親 大家好 在右手這邊這一位呢 是第一次到攝影棚來 他一直說話很緊張 可是相信很多花蓮鄉親對他都非常的熟悉 一點都不陌生 是我們東大門 也是我們的原住民產業技能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的陳理事長 陳福松理事長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他還故意戴上眼鏡說這樣帥一點 對 那今天 我們三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 編分吉安西埔鄉城 要跟大家報告什麼事情呢 不得了 我們吉安香真的是創意無限 真的是十分精彩 我們去年鄉長發想的吉野餐 相信這一年來的推廣 很多朋友都說 有有有我有吃過我知道 那當然我們先請鄉長 當初是怎麼樣會有這樣的創意發想 會推出我們的吉野餐呢 吉安好山好水的灌溉之下 孕育了很多的農場 除了吉安市寶以外 在我們的圓民部落 還有赤蔥馬告 跟很多的過去一直以來的 原住民產業的蔬菜 它都是透過了非常健康 而且不用灑農藥就可以 自然成長的這些美食 我們透過了圓民的手藝 在創意的發展空間裡面 製造了一個很美味的餐點 我們很想把這樣美味 健康又很濃濃的在地的情感 帶給大家 所以在去年我們創意了 吉野餐的一個美食文化 所以在去年的吉野餐 我們締造了一整年 三百餘萬的一個創意跟價值 同時也把我們的吉野餐 變成了這個很豐富的餐盒 然後提供給很多的會議 或者是活動跟後續的鋪陳 當然今天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找的這個陳福中 這個理事長 為什麼不找其他的這個理事長 就是因為他是我們去年的 這個冠軍的一個吉野餐的冠軍得主 所以他今年除了要把去年的 冠軍的製造的一個經驗帶給大家以外 也要帶來這個評審委員 他今年提升到評審委員 所以我們希望一年一年度的增長 來讓吉安的美食 甚至於很好的這個蔬菜文化 可以找回原生的感覺 找到了創意的美食 尤其在去年 我們找回了台北五星飯店的這一些 到位在吉安的美食的創意者 然後把我們的吉野餐也提升文化 所以在台北五星飯店吃得到 竟然在花蓮吃不到 所以我們這一次又再作為一個昇華 第二屆的吉野餐就會在吉安呈現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我們今天的報導 是要來募集所有的餐飲文化 甚至於對餐食手作有興趣的餐飲店 或者是在家的婆婆媽媽 你們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吉野餐的創意美食 得獎的這一些廠商 或者是我們的手作婦女姐妹們 我們後續會再提供這個增兒的益助 讓我們成為吉野餐的攤位 來作為一個排盤 正義創意的教學研習 一整套的系列 後續會再來補助我們攤位的這樣的輔導 還有未來真能的部分 吉安相公所都會到位的來跟大家一起做好服務 所以記得大家一起來報名喔 所以我們吉野餐去年第一次推出之後 其實回想也是非常熱絡的 尤其剛剛香港提到說 其實我們花蓮在原住民的部分 是一個很珍貴的文化 而且我們的人口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們要用原住民的美食 名以食為天嘛 尤其是原住民的美食 天然健康無污染 而且又非常的養生 所以用餐點吉野餐這個餐點 來做一個品牌 那去年成功打造了剛剛講300多萬耶 是 這部分趕快請我們的張經蓮所長 跟大家報告一下 去年度我們的成果是不是非常的優異呢 好 去年度呢 要謝謝原民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推我們原住民 集安在地的野菜美食 那去年我們直接間接的效益就達了300多萬 那辦理了多場次的市集 跟也讓這些業者去參加各個的市集 這樣透過市集來歷練他們對消費者 對野菜品嘗的這個口味可以不斷的推出成心 那野菜也是我們集安的優勢 所以去年獲得原民會的肯定之後 委員也一致贊同說 我們辦這個計畫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今年再次申請也獲得通過 所以是讓我們持續獲得中央挹注 讓我們在地的能量更發揮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也有針對了集安的特殊的這個農作物 集安剛剛想講說四寶 聽說不只四寶 我們有多少寶 我們還是以集安在地的集安米 因為這是就是很有名嘛 所以我們會有集安米還有野菜 龍鬚菜 韭菜 韭菜 那還包括原住民特有的香料 像火蔥 肉糕 刺蔥這樣的一個佐料的烹飪 然後融入到我們的美食裡面 所以應該也不只六寶 這個就是集安特有的食材 就是看大家如何能夠用大自然的這些珍貴的食材 來發揮創意料理 加上剛剛香港講五星主廚的工地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了剛剛香港主廚 是去年的冠軍 是 了不起 去年的冠軍來到我們現場 今年晉升為評審 那我們還是要先請你想想 112年去年度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情 會想要來參加這個集野餐的一個評選 起初我看到報道在要參加報名之前的時候 訊息 然後我就很期望說能夠把... 其實我很喜歡做菜 很喜歡做美食 而且我現在是東大門原住民調街的摊商 然後所以說實際上在做美食 看到這個訊息 就想說 哇 他 喜安四寶 喜安四寶分為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看可不可以做一些創意 還是包裝啊那些料理來呈現給這次比賽 然後... 真的感謝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裁判 讓我得到冠軍這樣 真的齁 你還記得你去年的主題是什麼嗎 我去年的主題 可能要再公立 你倒不麻煩一下 看來就大家口水直流對不對 對 在比賽的過程你覺得呢 去年有超過29支的隊伍參加對不對 這麼多競爭者 你覺得看到大家這樣子齊心的發揮創意 你在現場參加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也是滿緊張的啦 因為我還有自己的團隊不只我一個 真的 大家還是結合一起看 把東西做好 要怎麼去呈現給外地的人喜歡花蓮 喜歡吃我們的美食這樣 然後之後看可不可以推廣在民宿啊 還有餐廳部分 能夠像民宿他們都會接一些遊客 對 遊客到花蓮 然後他們都會一個團隊 我本身也有在烤魯豬 然後 就是結合 大家結合這種方式 來去做一套套餐 那遊客喜歡我們花蓮 來花蓮玩會更開心 認識我們一些野菜啊 一些農特產品這樣 所以其實你還是覺得 既然是符合集野餐 我們一定要拿出來的就是 在地的 原味的 然後原生的這些食材 來做創意 所以你自己有在加更多創意嗎 有 還是會想說要怎麼做 還是要怎麼做 所以第一名 那你有到你的東大門原住民一條街 大肆推廣嗎 有 我有把我拿給頒獎 放在門口 對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效益 鄉長 我們是不是其實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不管是比賽也好 評選也好 甚至也是行銷推廣 就是希望能夠營造一種品牌的概念 對 所以在這裡我們希望 觀眾好朋友 一定要幫我們廣宣出去 這次的集野餐 我們要在7月26號以前來做報名 而且我們增加了今年度非常多的一個獎項 對 包含了我們的主食組 主食組的話 我們還有2萬塊的第一名的獎金 以下類推加做什麼10名的得獎 那還有呢我們的甜點組 甜點組的第一名也有8000塊 那還有飲食飲品組 我們還有飲料喔 對 飲料也許加入了次中 加入了很不一樣的這些原生品種的 這些蔬果美味 所以我們的飲品組 也高達了第一名5000塊 那也還有了原住民的料理組 屬於原住民風味的 所以我們這麼多的獎項 那除此之外我們的參加獎 也有基本的參加獎的原額 一組有3000塊 所以我們真的要廣邀大家來 當我們得獎之後呢 我們還會輔導啊 我們來作為一個四級探測的美學課程 那同時也會再譽助一些後續推展的能量 所以我們希望看到我們今天節目的好朋友 真的要勇敢的來報名吉野參 希望我們在去年的29支的隊伍 今年可以有更多人來譽助我們吉野參的好 那在這裡要再特別說明的就是 今年跟去年跟歷 這三年來客家的這個客家小草都在集安 對 但是客家小草裡面在前年的第二名 他就是用客家小草的風味 加入了原住民的這個食肉 就是原住民的鹹豬肉 下去炒他就得到第二名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希望 有創意的原住民的料理 我們的吉野餐裡面 希望有不一樣的特色 甚至於譽助了客家風味跟圓民 來做共融所謂的原客一家情 也許會締造我們不一樣的 吉野餐的美食跟料理在裡面 所以真的要歡迎大家一起 是 鄉長醫師很緊張 希望大家來報名 7月26號報名截止 所以想要參加113年吉野餐 評選的好朋友們 你不管有沒有店面 你自己本身只是 我在家裡我很會做料理 也沒問題 也可以歡迎拿出你的拿手本領 你們的家傳的好菜 然後加上這樣的原民的意象 然後來做一個參加一個評選 那今年也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特別強調有餐盒 還有新住民也加入對不對 是 我們今年因為 在去年的吉野餐成立之後 發現我們辦了活動 需要配套的就是餐盒 對 對 我們出去見走旅行 然後呢 就要帶著餐盒出去 所以這一次啊 我們除了餐食美味的比賽以外 我們也設定有我們的 這個外帶餐食的一個選項的評比 所以我們會利用我們準備好的外帶餐具 來做為美食的一個排版設計 還有色香味美的這樣的一個美食文化 未來提供給後續在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所有的機關團體 或者是我們辦理活動的社團 以及社區發展學會 還有要出遠門可以帶著走的這些 包含了定位的餐盒跟甜點跟飲料都可以一起來 所以我們剛剛有在說明有四種的餐飲的一個評比的底下 如果您是對飲料或者是手沖飲料飲很有開發能力跟興趣的好朋友 你也可以單來作為這個飲品組的一個評比 所以也可能會得到飲品組的這個冠軍 未來你就主打飲品跟甜食跟美食 然後還有新住民的部分 剛剛講到有客家元素 原住民的元素 我們今年113年還加入新住民耶 新住民來自於各個國際世界 所以他們有到位的在地的風味料理 可能微甜 微酸 微辣 甚至有不一樣的特色的料理 還有調味精品 可以溢注在我們這一次的原住民跟新住民的風味的集野餐裡面 希望我們共創一個新住民跟多元族群 共融相承在極岸的文化 不過在這裡還是要再提醒各位鄉親 26號就是我們報名截止的日期 我們要在31號配合我們的原住民日的8月1號 之前定位我們的集野餐 也能夠帶來未來滿滿風味料理集野美食 原住民 新住民 甚至於多元族群創意的美食 就在我們的集野餐裡 是 好的 所以大家趕快7月26號之前要報名 7月31號我們就要正式評比了 那有哪一些的不一樣的地方或注意的事項 那這時候就要請所長來跟我們補充一下好了 好的 我們這次分為四組 那主要是以餐盒的設計跟套餐的設計 這兩種模式把你的美食帶到這種不一樣款式的設計 所以我們今年也試著邀請新住民 透過跟新住民做交流 對 來切磋 看看能不能讓原住民的野菜美食 能夠擦出不同的火花 這也是我們這次為什麼邀請新住民一起加入 那另外報名的時間也很緊湊 鄉長一直強調7月26號 7月26號 然後呢 那我們比賽的時間是7月31號的早上10點到12點 我們在浩克藝術村的原住民生活館那裡來比賽 那因為有建於去年熱烈的參與我們總共有29隊 但是今年呢 我們也增加了對數 所以我們把它分為四組 一個是主 十組 我們總共有30個名額的參賽者 那甜點呢 有10組 會有10組的參賽者 那飲品呢 我們有6組 那異國的新住民的料理總共有6組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截止日期去參加這四項其中的一項 因為我們的對數真的有限 那每一位參賽者我們會給他3000塊的一個食材 讓你去做開發 那事後如果入選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5000塊就是讓你去做四集設計的時候 你應該擺色香味或是整個佈置起來 對 人家才會你才會吸引顧客來嘛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獎勵 然後另外就是也會讓你去做參飲的美學 對 因為擺色是色香味嘛 擺色其實是滿重要的 對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獎金也很豐富 對 那我們歡迎各路的高手在吉安過招 來挑戰我們高額的獎金 是 OK 好 那這樣聽起來 今年這樣30加10加就這樣 又超過50組了咧 非常的 感覺上會很精彩喔 好 那我們的節目持續播放 有可能會超過報名的實現 不過沒有關係 31號也歡迎所有的鄉親 能夠 我們可以去現場看吧 可以 可以喔 歡迎鄉親到現場來看看 哇塞 不得了 今年超過50組 來參加競賽的這一些團隊 他們端出哪一些精彩的料理 創意料理 那大家在旁邊拍照 我覺得現在也很喜歡拍美食對不對 拍照打卡喔 來看看 那也會大家共襄盛舉 那當然啦 如果有得名的話 趕快標註起來 下次就要訂他們家的菜 那我們這些有通過這個 評審或者是優勝的這些吉野餐 我們會頒發給他們一些標章 或是一些認證嗎 會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榮譽 對啊 像李市長講的 他就把我們去年的那個 做的那個獎金 那個獎金的那個貼在門口 那個就是一個肯定 所以我們今年會把它再做大一點 讓你可以覺得 我今年參加這個真的是一個榮譽 對 而且我的店 或者是我的餐盒上面 貼著這個mark 通過鄉公所認證的 也是評審角逐 我們得來不易的名次 貼上去 吃的人會覺得 哇 這很厲害耶 這得名的耶 所以這也是一個品牌形象 各樣的一個行銷跟界定很重要 那今年呢 去年拿過第一 今年沒辦法了 不給你參加了 你只能當評審 那我們的理事長 今年當評審 你有沒有一些學長的建議 給今年的學弟妹們 有沒有一些參考 感謝有機會讓我做一個 113年的評審 然後評審其實在做的過程中 有很多巧思大家都想不到 可以借用這次比賽的機會 能夠互動看有什麼新的料理方式 或包裝組合的方式能夠呈現 是 然後讓這些遊客喜歡這樣 是是是 所以你會特別嚴格嗎 去年你第一名 你覺得評審有很嚴格對你嗎 這一次聽說有加兩寶了 加兩寶總共六寶了 之前我們比賽是四寶 現在加的兩寶可能創意上 可能會冒出新的不一樣的風味 會激盪出不一樣的新的創意跟火花 所以這樣評審壓力也很大 對不對 你應該也會覺得 因為去年29組 今年50幾組更難了吧 對 還是你已經想好就是大概評分的標準 你可以透露一下嗎 你有什麼評分標準可以透露嗎 有 其實評分的標準就是 眼睛看的感覺 看的想吃 想吃的感覺 對 動的感覺 然後吃的好吃 對吃的好吃 眼睛看了想過去吃 吃了之後覺得好吃 好吃之後覺得想把它帶回家 這個是我們平常 還有包裝一些包裝 如果說有創意包裝的話 可以供應那些創意包裝來做環保的概念 對還要加環保 鄉長好難喔 你的想像會不會太多了 鄉長你要補充一下 希望這次機會 大家有新的創意 那針對於這次評選裡面 我們針對於地方在地的崩位特色 佔50%的評比分數 那擺設外觀 還有吸引人的這些色香味 我們佔了30% 那其中呢 還有廚師做了這個美食 他要幫忙介紹 所以他今天的創意妝點 他的創意來自於哪裡 用了哪些食材 所以說明 說明也很重要 對 然後另外的10分 就提供給我們的這些評審委員 來做當下的創意妝點 跟他們的一些不一樣的視覺感 觀上的一個加分 所以這樣的100分 就來自於我們的風味 外觀排版 還有說明跟當下的一個創意狀態的 現場臨場的加分 就100分 是 聽起來有點高難度 可是又很有專業的內涵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很難喔 不會 我們其實就是把我們內心的這些 活潑的創意 跟別人沒想到的點子 甚至於我們可以訓練一下 自己的生活美學概念 對 我覺得能夠參加挑戰 就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對 那也歡迎大家 不管你是餐廳的業者 你是已經本來自己 就有自己的一個團隊 或者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在家裡我只是自己很會煮 我的孩子都吃得非常開心 我今天想要來嘗試一下 我是吉野餐媽媽 也很不錯 那還有新住民朋友 今年也有機會可以加入了 所以113年我們的吉野餐 吉野餐 是非常的多元融合有創意的 報名日期只到7月26號 或許你看到節目的時候 已經報名截止了 不過沒關係 7月31號比賽當天 也歡迎大家到現場 我們一起來觀摩 學習 那後續我們的評選名單出爐之後 歡迎大家踴躍來品嘗 選購 你們辦社團的時候 辦活動的時候 就來訂 來刺激一下我們的經濟產業 這個活絡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節目 大家終於看了這麼久 知道我們的重點是什麼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113年的吉野餐 要開始進行評審了 那請大家趕快報名 那節目最後是不是請鄉長 來幫我們做個結語 是花蓮吉野找美食 我們要感謝我們圓民會 花蓮縣政府 還有財政部我們公益 彩券的回饋金 那當然也要謝謝我們 代表會全力的支持之外 也要謝謝這一次帶來 精進專業的 我們原住民慢食廚師聯盟 還有我們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以及我們部落的這個婆婆媽媽姐姐妹妹們 當天也會來作為一個服務的鋪陳 那當然也謝謝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全力支持我們吉野餐的推出 未來吉野餐的每一個獲獎的這樣的一個參標我們都會做好 我們吉野美食的這個認證券貼在上面以外 我們也歡迎未來後續能夠在我們官網的平台上面鋪陳也可以提供給大家成為在美食在訂餐的首選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一起讓地方的產業活絡 也讓我們前進來好吃的美味分享出去 讓我們大家能夠為吉岸為花蓮的產業一起加油 是 我們很高興我們的游淑貞鄉長能夠有這樣的創意的新點子 推出吉野餐今年是第二屆了 然後也要即將再進行第二次的這個評選 那也歡迎更多人一起來報名參加更重要的事也期望所有的鄉親 我們一起來支持我們吉安在地的品牌 吉野餐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美食品牌 那希望大家支持大家享運 後續一年一年的這個評鑑活動也希望更多的鄉親 更多的廚藝高手我們一起來參加 那謝謝三位來賓到節目中來 大家也辛苦了我們繼續為我們的吉安 我們的產業我們的幸福花蓮大家加油謝謝 謝謝